假如说,我们要产生下拉清单的这个程式的话 那当然第一个啦,我们可以看到 录下来程式基本上,他就是帮我放在这边 但是,录下来程式基本上不见得一定可以 你当然录完之后可以来改啦 比如这边可以把它改成叫什么 叫做下拉清单聚集 那这个名字没改,不影响 比如说我今天把它改成下拉清单聚集 这个 然后 不过呢,你会发现因为我刚刚用Ranch 然后Ctrl 向下 它会产生一个选取范围 不过我建议各位啦 其实将来如果你看到Select加Selection 你可以直接改,改什么呢? 这边其实可以直接把它改成 用那个Ranch的方式来写 就是A1到 然后 就给它自己一个范围 1048576 那这个数字的话你们可以 这个数字怎么来了? 你就是Ctrl向下 就是 1048576 应该从A2啦 如果要从A2 一直帮我建下拉清单 所以你可以直接改这样 Ranch 这个范围 然后呢 我要加下拉清单 那你会发现 其实下拉清单就是这个 Validation 这个方法 然后面的话呢 其实主要是 这个 加一个点的方法 其实就是这个地方 点 有没有? 然后意思是 点Add Add一个什么呢? 增加一个资料验证的意思 其实我后来发现 底下这些都不要了 所以下拉清单聚集 最后大概这样就可以了 OK 也就是录制完之后 你会发现 然后你可以改它的范围 就是这个范围 的Validation 这个Add 然后底下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到 后面几个参数 形态是清单 其实List 然后Along Style 这个就预设的 这个也预设的 Between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有个Formula Formula就是 它的那个什么呢? 定义名称来源 它的来源从哪边来 那当然我们可以指向一个 定义好的 范围 OK 那这样就OK了 那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地方呢 这个应该刚刚已经做过了 所以我把这个工作表把它删掉 我重新再把它拉过来 拉一个空的 这个是 假设完全都没有定义好 那把这个范围一样清掉 那我们一样把它乱乱看好了 比如说刚刚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完全没有 把这个 这个录好的聚集执行一下 那你会发现 这边其实 就自动就全部有了 OK 也就是说 这个下拉清单 假如说 假如说 这个这个 没有 你要把它变 就是把它变 变出来的话 其实可以用录制的 那或者说 我等一下 会把这一段程式 把它放到那个 我们的 云端白板上面 给各位参考 好了 就是这个地方 我把它贴到云端上面 好了 这边 就是录制的部分 那当然呢 有同学可能会问说 老师那我如果说 我又要把什么 把清单改回来的话 比如说现在有下拉清单 那如果我假设 我不希望把它 把这个清单 我希望让它清单又消失的话 那怎么做 其实很简单 你当然 如果你要把它删 你如果要把这个拿掉的话 一样回到资料 验证里面 把原来 把刚刚的清单 改为任意值就可以了 OK 然后按确定 它就恢复了 那可是你想说 那VBA怎么做呢 不会写没关系 其实也是一样 如果你想说 老师我把它恢复的话 那我一样 我就是 在做这个动作之前 一样 录制聚集 好了 比如说这个名称不改 改成聚集2 OK 这个名称 然后呢 一样就是在资料 资料验证这个地方 点错了 应该点这个 把它改回来 改回来 动作录下来了 有没有 然后再到开发人员停止 然后一样呢 看一下聚集2 编辑 看一下录到什么东西 那你会发现 它其实录到的东西 它一样是selection 那这个selection 那这个selection其实 就是这个啦 所以将来你可以把selection 改成这个range 所以你可以这样 改成这样 那其他都不改 没关系 那只是说我发现 其实这个不用 delete好像不用 因为我们主要是 就是 主要是增加规则 所以这个delete 这个参数不需要 然后什么 底下这个 ignore blend 这个也不用 所以这些其实都不用 大概就留下这些 就OK了 应该理论上这样 我们试试看好了 所以 那就可以把它下拉清单 然后这边 其实再一个聚集就是什么 这应该是取消吧 取消 取消下拉清单聚集 我试试看好了 加的话再加一次 这样是有 所以这个会出现 然后取消的话再按一下 真错 所以这个地方 可能就不能这样改 看一下刚刚的公式 刚刚的聚集 把它恢复一下 所以有一些是不是说 这个 range 假设 以下这些参数 假设先不要删掉 我执行一下 这样就OK了 所以呢 应该是说 这些参数应该是不需要 delete 可能要留下 因为我们可能是要 把那个规则删掉 我再试一下 这个是 增加的 清除的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我再整理一下 所以最后 其实可以 假设你要增加 你可以录制 你如果要去掉 也可以再录制一下 OK 我先试试看 待会我们再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 各位可以看到 最后其实它如果录制的话 我发现 它这个 这个所谓的 资料验证就是 validation 这个指令 然后后面的话 会带 底下还有带它的 delete跟add 所以 如果说你今天要建立 不管你要建立 清单 或者是说 清除清单 也好 一定要先delete 再add 如果说你直接add 它有时候会出错 所以一定要delete 再add 那基本上 差别最大的在这里 这个是list 增加一个validation 这个 validate 这个list 然后呢 这个有没有 input only 这个就是 原来预设的 那至于其他的部分的话 还有这个 因为如果你要一个list 那必须有个来源 大家就改 改这个参数 那我run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这个就是 这个现在是没有下拉清单 我增加 现在就有清单了 所以 在这个范围之内的话 这个范围 就是这个range 那当然因为 这个点的前面都会有 这一串 也就是说呢 我就直接用with 不然的话 会变成 你如果要写的话 变成说 这个 这一串讯息 点delete 这一串 点add ok 那等于是说 我们可以少写 那 那这边一样 如果我要把它 这个是清除 那再下拉 再增加的话 那你会发现 一样把它清掉 然后重新再让它run一下 它这个地方 就会产生下拉清单了 如果它清掉的话 这个就不见了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说 我们已经有下拉清单了 那假如说我今天呢 我们刚刚那个方法是 用那个公式 然后来改 ok 比如说拿这个来改 那这个地方 当然你变成说 你要去改几个动作 第一个 每个都要用Vero函数 第二个的话呢 变成说你要在前面 再加上那个if的逻辑判断 当然有同学问说 用if Air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只是说if Air 好像跟if 其实逻辑上面 其实 当然用if 因为主要是判断前面 这个是否会空的 ok 所以呢 这个地方的话 用if Air 好像逻辑上面 似乎没有用那个if 空的这个来的精确一些些 当然结果也是对的 ok 那 可是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说如果你要预先 这个让它具备有自动下拉的功能 它会变成一直膨胀了 所以刚刚有给各位看 就是说这个地方变成说 你必须要先做很多事情 才有办法做到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不想要 就先放公司在背后 而且你公司放背后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公司会被看到 所以你还要再做隐藏 隐藏的话变成说 你还要再把这个范围先选取 选完之后呢 变成你还要再去做一些 保护工作表 才不会被看出 这个地方还要右键出格式 必须要隐藏 打勾 然后再到教育里面把它保护 这样似乎有点麻烦 那假如说你不要这么麻烦 你希望怎么样 你希望写VBA 写VBA的话呢 就是说 当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如果变动的话 它就自动帮我把公司丢进来 那如果说呢 它这个地方清掉的话 那自动帮我把后面东西也清空 那基本上我们可以写VBA 可是这个写VBA的动作 基本上又跟前面不太一样 所以请各位 一样把这个地方一样 在VBA复制一个 然后把里面清空好了 OK 然后里面主要先做那个下拉清单好了 下拉清单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写的VBA程式 就跟之前写的不太一样 之前我们写的是什么 写SUB 写在这边 然后建一个SUB 但是现在的话呢 是所谓的事件驱动 那什么事件驱动 就是当这个工作表 哪个工作表 比如说我写的是BioList3 那我假如说要驱动它的话 特别注意 我们写的程式就不是写在模组了 而是写在它自己工作表里面 所以比如说我针对的是这个工作表 所以你们待会要特别小心 如果它没有work的话 表示说你可能是不是写错位置了 比如说我今天是BioList3 那我就事件驱动嘛 当这个工作表 所以当这个工作表 所以你在这个工作表的物件上面点两下 上面就会有一个一般 你可以找到Worksheet Worksheet指的是这个工作表 当这个工作表怎么样呢 它发生了什么什么什么事件 就是触动了什么样的 比如说在那个工作表里面有发生什么事情 它预设是Selection Change 就是选举区发生改变 但其实我们不是啦 我们主要是针对Change 所以你这个地方 再来就是什么 这个是第一个 找到哪一个物件 哪个工作表 第二个的话把它改成Worksheet 当Worksheet的Change的时候 当它的资料里面有变更的话 OK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就会自动产生一个Sub 这个Sub名称呢 就是叫这个工作表 哪个工作表 就是指的是BioList3 Change的话 然后呢它后面会带一个叫BiValue 然后TargetAtRain 就是它会告诉你 到底哪一个储存格 或者哪一个范围改变 用什么告诉你 用所谓的Target 所以呢我只要怎么样 在这个是 所以底下这个把它删掉 特别说WorksheetChange 然后呢我们判断一下 判断什么呢 如果 变动的那个栏 所以我们可以判断 假设说我们主要是 要侦测的主要是A栏 所以呢我们只要是A栏才处理 其他栏都不处理 那我们可以打这样 叫Target 点后面的话呢 我们判断那个 变动的那一个储存格 或者范围的栏是哪一栏 所以你再打一个Column Column 如果等于A栏的话 那特别说这个数字 所以如果是第一栏的话 然后就做什么 end if 那如果不是A栏的话 那什么事都不做 OK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 比较困难一点在这里 特别这个事件驱动 哪一个工作表 被改变的话 它会透过Target告诉你 那我们只针对的是第一栏 就是A栏的部分 去做处理 那什么处理呢 如果它是A栏改变 那请你告诉我 它是哪一个储存格 就是哪一列 那我针对那一列 我的同一列的其他 这个储存格呢 我就给它丢公式 那如果它里面是空的 那我就把后面东西清掉 所以程式怎么写 那因为程式比较多了 所以请各位可以参考一下云端上面 就在这里 在第九页的地方 我程式这边有写 就是这一段 如果A栏发生变动的话 然后呢 我就把它到End sub这一段 把它Ctrl C一下 那我做什么呢 我就是判断一下 如果是A栏变动的话 那再来接下来我要判断什么 如果呢 A栏里面的那个资料是Empty IsEmpty 是什么 是不是空的 当然你另外一个判断方法是 等于空的 这样等于空的 前面就不是写这样 IsEmpty 不过特别注意 因为它有可能选范围 所以用IsEmpty 比较保险 因为它还可以判断说 如果是一个范围的话 那这一句话是说 如果 这个储存格如果是空的 那我把它同一列 同一列怎么叙述呢 就是Sales 同一列就是Targets 这个变动的那一个储存格的列 再加上B栏等于空的 就把它清空 C D到F全部清空 所以哦 如果它是空的 那其他的蓝也是空的 那反之的话呢 就是它如果不是空的 那你就帮我把公式丢过来吧 那这个公式怎么丢过来呢 实际上哦 就是 把 比如说以B栏来看 我们就是拿B栏的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把它 Ctrl C 取消一下 那再来的话就是贴到哪里呢 记得哦 贴到 这个B栏的这里 OK 但是呢 预设是 这个A2 有没有 但你现在如果A2的话不对啊 那如果它变成第三的话怎么办呢 所以呢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势必就要跟着变动 那变动的部分的话 记得就是这个部分的话 A2的2 请你把它改成什么 双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 and 在移到中间 那以前你可能会放个i 有没有 然后 把 and 前后加空白 但是呢 这个地方 请你改成什么 改成同一列哦 同一列是哪一列 记得哦 叫target.raw target.raw的话 指的是它现在在哪一列 所以请你把那个什么 I改成什么 target.raw 它在哪一列 还有还有就是说 里面我看一下 里面 对大概是这样 那这个也是一样 把这个 把后面这个2 一样改成target.raw ok 那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 我们就完成了 看一下 刚刚这个地方 sales target.raw dow dow 双引号到双引号 and 这边 里面有两个双引号 这两个双引号 前面讲过 如果里面有双 公司里面如果有双引号的话 一定要变两个 所以这个 这个要加一个 这个要加一个 这样才会正确 不然的话呢 他不知道说 这双引号是里面的双引号 还是外面的双引号 是公司的双引号 还是VBA的双引号 把他改一下 这样应该ok了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 这个地方比较麻烦一点 第一个 一定要记得 就是哪一个工作表 因为我另外又增加一个 BO list 3 所以记得是这一个 然后呢 他的worksheet change 然后他会告诉我哪一栏 用target 哪一栏.column 如果是第一栏的话 那我就做底下试 那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我什么都没动 我把这个delete掉 他因为delete掉 他里面是空的 那如果我选了一个 那他自动带过来 如果这个再选一个 他会带一个 一样 那如果我删掉一个 他自动删掉了 删掉一个 就删掉一个 ok所以 大家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还没有防呆 也没有做很多其他的 比如说范围的设定 所以记得一定要循序的 也就是如果你要加的话 一定要一个一个加 你不能跳着加 不然可能会出错 如果你要轻的话 只能轻一个 你不能轻范围 如果轻范围会出错 目前因为我没有 针对范围去清除 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这个的好处就是第一个 你就不需要预先 在里面放公式了 第二个的话也不用隐藏公式了 ok 因为他基本上 不过这也是丢公式 如果你要隐藏这上面公式 你一样可以做隐藏动作 那只是说你就不需要说 特别把公式预先把它藏在出称格里面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那这个公式 这个程式部分比较冗长 所以各位也可以参考一下 云端白板上面的 第9页部分 那这里的话呢 就是 会有这个 我刚刚写的公式 比较特别的地方应该是在 记得 Walksuit Change 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 因为我发现同学都写错位置了 记得这个 你不能直接贴到模组里面 那一定不能walk 一定要记得 这个位置一定是 你自己去找到那个工作表物件 里面的Walksuit Change 然后再把公式呢 把它输入进来 那你可以直接贴啦 你贴的话 你可以直接拿云端白板上面的这个 中间这一段 贴到这个范围里面就ok了 试一下 好